一、二、三 鏡頭前三個人一組 踢腿、挥拳、擺手 動作整齊劃衣 氣勢如虹 一年一度的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在新竹線舉行 花蓮小選手也不缺席 遠赴新竹線參賽 不過這段路卻充滿挑戰 由於凱米颱風侵襲 花東鐵路受到重創 不能讓小選手一整年的訓練落空 教練決定帶著孩子們參賽 從花蓮到新左營搭車 再前往新竹 原本三個小時多的車程 硬是花了八個多小時 因為原本要直接從新竹到新左營 嘉義到哪裡前路沒有空 然後我們又趕快轉高鐵 台中轉高鐵到新竹 然後新左營再到花蓮 回程的路途同樣艱辛 下午三點坐上車 回到花蓮時已經是深夜十一点 轉了又轉 就是要讓小選手們的努力有回報 雖然長途跋涉 但孩子們的表現亮眼 不負眾望在比賽中拿下四斤一桶的好成績 即使風雨來打擾 小選手們也沒在怕 拿出跆拳道百折不屈的精神 硬戰每一天 東正新聞黃一鳴 柳漢元許承軒花蓮報導